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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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记错的话,接下来的目的地是纳塔,对吧? 纳维莱特曾说那里是龙的国度,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还是挺神秘的呢 是啊,就算是道七在封锁很严厉的时候,我们也在其他地方见到过道七的人 难不成,那它是个没有人的地方? 对对对,保持这个惊讶和兴奋的表情,看向镜头,不要留影了 好,要把我拍好看一点哦 不对,夏洛帝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听说在封丹阁外活跃的旅行者即将启程,张气鸟豹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报道机会啊 下次再想要找你们取材,可就没这么方便了 原来这你也能知道,我们通常都没有告别的习惯 这样确实很符合你们的风格,但我们觉得偶尔换一种方式也不错嘛 你们? 并肩作战的日子就好像还在昨天,我的好搭档 以后有空的时候,欢迎回来看看 如果旅途上遇到了什么困难,也可以告诉我们,距离不是问题 离别难免有所不舍,但离别又是为了更好的相逢 要说有什么东西永远不会改变 那就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共同留下的记忆 哇,你们都来了 都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了 我该说不愧是你嘛 当然啦,放心吧,知道你喜欢热闹 这种时候,应该有一张留影吧 对啊,我们正好有专业的下落地在场 交给我吧,我来摆留影机,等我一下 对了,纳塔的事派蒙里多虑了 那里和风单没什么不同 有人类,也有独特的文化 只是因为民俗习惯,那里的人不会选择离开纳塔 但他们也不会抗拒外来者 有很多人会去纳塔做生意或是旅游 印象都挺不错 四眉会以前也有不少人去过纳塔 原来如此,这样我就放心了 希望这次不要像之前的旅途一样 很快就被卷进世界里 没关系,凭你们的经验和身手 就算遇到麻烦,也能很快化险为夷 嗯,还是不要有什么危险比较好 旅途也可以是轻轻松松的吃喝玩乐嘛 我准备好了,我们来留影吧 那就助旅行者 一路顺利 一路顺利,也欢迎你随时回来 提前通知的话,我们可以联系更多的人 嗯,那时候会更加热闹 听说那边有个地方圣产宝石 等手上的工作告一段落,我也要去逛逛 刚刚的流影,一张适合登报,一张适合收藏纪念 哼,真是大风声 哼,真是大风声 啊,真是大风声 还能稍候 挑战 Acemoo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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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恐怕结局还是一样 归火生液巡礼的报名今天傍晚就截止了 要换队伍的话已经是最后的机会 好吧 我知道了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如果我更强一点就好了 和其他股民的继承者相比 我太弱了 没 没关系啦 谁让我的股民是乌纱博弟呢 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要是我们这次真的拿了成绩 庆功宴一定不会忘了你 是的 是的 只是不一起参加比赛而已 我们还是好朋友 对吧 嗯 你们快去找厉害的队伍吧 这现在还有时间 哎 哎 只能 下次再想办法赢了吧 那边是怎么回事 那个小女孩好像被丢下了 看起来好失落的样子 咦 咦 不好意思 我没事的 之前没有在部组里见过你们 是旅行者吗 是的 我们刚来纳塔 你们好 你们好 我是卡其娜 乌纱博弟的卡其娜 啊 这个是古名 是我们这里很独特的文化 结束起来比较复杂 你们可以先理解成是一种称号 啊 你们是远道而来光看龟火生夜巡礼的对吧 那很快就会知道古名的含义了 那这个巡礼又是什么呀 刚刚你们就是在谈这个吧 啊 是的 那是我们纳塔会定期举行的竞技比赛 大家会在比赛中互相比试 争夺名次 比赛的关注度很高 名利前茅的人不仅会一下子出名 还有资格去参加巡异者战争 简单来说 赢了就会成为英雄 在我们这里 人人都想要成为英雄 听上去像个斗鸡大会 这样的比赛需要组队吗 嗯 因为参加的人太多了 所以龟火生夜巡礼分成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团体赛 一般是由古名继承者带队 在纳塔的各个地方相互战斗 夺取圣火 嗯 继承者就是像我这样 拥有这个称号的人了 团体赛之后 获胜小队的所有人都有参加个人赛的资格 个人赛就是一对一比拼技巧了 这么一说确实如此 规模相当大呢 等等 有古名继承者带队 也就是说你是队长 嗯 我是队长 只不过现在是没有队员的队长了 啊 就算同事继承者 实力差距也可能很悬殊 想要赢比赛 首先就要找个厉害的队长 嗯 这么想也很合理啦 如果我是他们 我也会这么觉得 五名继承者一定要参赛 这是我们这样的人的责任 没人帮我 我就一个人去 挺多就是受点硬伤 养一两周就好了 虽然战斗我不太擅长 但我恢复得很快 你意识到了吗 这个话题的方向不就是在等我们说出那句话 对啊 这么快就来了 开启我们新的旅途的那个 嗯 你们在讨论什么 啊 抱歉 反应太大了 那 那个 怎么说呢 我想想 非常感谢你们的好意 我很感动 非常感动 但是 回火生液训理 是有那塔人才能放名参加 啊 啊 居然是这样吗 我还以为接下来就是顺势加入你的队伍 顺势赢下比赛 顺势变成大英雄 啊 没关系的 真的没关系 因 因为 还从来没人主动和我说过这句话 啊 是这样吗 嗯 虽然平时大家的关系都很好 但到了报名的那几天 我就感觉大家在躲着我 愿意和我对视 聊天也总是绕过归火生液巡礼的话题 就好像害怕我发出邀请一样 其余是什么原因 嗯 不用说也知道 因为我太弱了 难道 你们就不在意这个吗 和我组队没有任何好处啊 嘿嘿 他可是很强的 无论是神龙还是大鲸鱼 什么样的对手都能过上两招呢 啊 原来你这么厉害 啊 我明白了 你对胜利有十足的自信 所以不在乎我的实力 对对对 想遇到困难的人伸出援手 我们一路上都是这么做的 这也符合冒险家的精神 原首 冒险家 啊 你们真的很与众不同 既强大又随和 是我向往的样子 你们接下来也会留在那塔吗 我 我可以跟在你们身边学习吗 学习? 就像是徒弟 或者跟班那样 不用你们教我什么 我会自己观察 我会尽量不添麻烦 而且我也有能做的事 我可以带你们观光 给你们介绍那塔的很多事情 怎么办 他看上去好像很崇拜你 是啊 他们刚刚说报名马上就要截止了 时间应该很紧张吧 没关系 剩下的时间也来不及做什么事了 输掉比赛 我已经习惯了 大家也都习惯了 所以没事的 也没人期待我会赢 如果跟着你们能学到东西的话 下次很可能就会赢了 谢谢 我运气真好 遇到了这么厉害的人 那跟我来吧 我为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不足 魂生之子 也是我从小生活的地方 我可以参加吗 我可以参加吗 你还是要给你们的东西 嗯 你也是我们可以参加啊 他就有收获了 那么我们对他们给他们的不足 没关系 热眼 又被看到你 哇 远处的那个大家伙 好有气势 但真的不会掉下来嘛 哈哈 没事的 因为我们不足总在和石头打交道 那是我们的象征之一 而且放心吧 不定的可稳了 我们不足有很多人都喜欢玩音乐和跳舞 他们的节奏感都很棒 之前还有外国人专门到这里学习和交流呢 本来爸爸妈妈想让我学跳舞 但我还是更想当一个厉害的战士 沈阿友 快过来 快过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伙伴 也是我很重要的佳人 加油 他好像很喜欢你们 在打招呼呢 你说佳人 原来在纳塔 人和龙是这样的关系吗 纳塔是英雄的国度 也是龙的国度 我们所有部族都和龙的关系很好 之前外面来的人 好像总会以为阿游是我的蠢物 其实不是的 虽然他和我经常一起去冒险 但他也有自己的家人和住的地方 有时候还会带上全家 到我们家吃饭 回生至死的人 和疾风狼的关系最密切 疾风龙也是挺喜欢人的一种龙 所以会像这样相处 不同的龙有不同的性格 但 伙伴 用伙伴这个词形容就很恰当 对吧对吧 你们看 他也很认同我说的话 你也来啦 你们竟然也有龙伙伴 看上去也是个很乖巧的孩子呢 他们一定能变成好朋友 好啦 那你们两个好好玩呢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 忙完了就回来 不准惹麻烦呢 也不准交坏新朋友 不然 我会去和你的爸妈告状 我会去和她 啊 狙 Multi 我人 我忍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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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们部族里最重要 最神圣的东西 它象征着守护与祝福我们的大灵 大灵 是和神一样的东西吗 差不多吧 我们都认为火神来自地上 而大灵位于地下 我们会定期聚在这里 聆听首领讲述与大灵有关的梦境 解读大灵的意志 大灵既通晓过去 又能动见未来 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存在 是卡其娜吗 你怎么在这里 是帕加尔叔叔 我来介绍一下 他就是我们部族的首领 这两位是刚抵达大塔的冒险者 有过很厉害的冒险经历 我正在跟随他们学习 你 你好 我说话可能有点直白 但卡其娜是我们部族的孩子 我需要保护他的安全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有可以证明身份的东西吗 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帕加尔叔叔 他们绝对是好人 我感觉得出来 光靠你的感觉 我可没办法说服你的父母 给你看我们的冒险之证吧 之前旅途的事迹都记在上面了 冒险之证 冒险家协会也是个鱼龙混杂的组织 要是能更有说服力一点 你们就是旅行者和他的眷属派盟 持相党 怎么传成这个样子了 不过我也不讨厌眷属这个叫法 你有种魔神的感觉了呢 这个名字很让人惊讶吗 你没听过 没有 跟着他学吧 卡其娜 他会是你迄今为止遇到的最厉害的老师 这么厉害 帕加尔叔叔都这么说 那就是真的很厉害了 抱歉 怀疑你们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倒是比我想的要负责很多呢 毕竟卡其娜年纪还小啊 我都操点心可不行 都是你 卡其娜 比赛报名马上就要结束了 你怎么还不出发呢 没关系 来得及 我让队友他们先走一步 我等会儿就去追他们 虽然我打架不太行 但我腿脚还曾比较快 卡其娜 卡其娜 是不想让首领担心吧 原来是这样 抱歉打断了你们 刚刚说到哪里了 有我在 应该能讲得更清楚一点 我想想 讲完了大灵 那正好可以聊聊古明 那正好可以聊聊古明 现在还有你在 这个我也讲不好 对啊 刚刚就一直在说古明 那到底是什么 这么说吧 纳塔是英雄的国度 他们的英雄事迹 都通过故事的形式传承到了现在 古明就像是这些故事的标签 只要提起它 就会让人联想起那些由来已久的史诗 对 就比如我的古明 孙永明的那位继承者 他一共参加了27次巡业者战争 最后一次出战的时候 他已经六十多岁了呢 即便身体已经有些跟不上了 他也可以在《龟火生夜巡礼》 取得非常靠前的名次 真的很厉害 古明记载了故事 但它不只是故事 你们还可以将它 理解成一种代代相传的物品 卡吉娜 你带了吗 带了 带了 你们看 就是这个 哇 黑色的石头 里面有东西亮晶晶的 看上去挺神秘的呢 大灵会以他的眼光挑选合适的继承人 而继承人的所作所为 又会再次显入古明之中 随着时间推移 古明中容纳的英雄事迹越来越多 他的价值也越来越厚重 有资格继承他的人 也会受到这些事迹的鼓舞 就比如我 嘿嘿 虽然就算到了现在 我也不理解 大灵为什么会选上我 但如果不知道 从今有那么多英雄都在顽强坚持 我估计早就放弃了吧 精神力量啊 也就是说 这个石头没有实际力量 不能让我变得特别强壮 或者特别聪明 没有 但正因为没有 他才能实现他独特的价值 如果靠天赐的力量成为了英雄 那到底是人的功劳 还是力量的功劳呢 有道理 要是产生了这种疑问 就没有什么鼓舞的作用了 关于古明 曾经有人留下过这样一段话 人类将奇迹刻在黑药石上 后世的继承者 却称之为力量 昨天的奇迹是今日的激励 昨天的极限是今日的目标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卡吉娜 你也不用着急 很多人在拿到古明的时候 都无法理解大灵的判断 但只要不放弃 一直渴望变强 渴望超越自我 属于你的时机 终会到来 嗯 谢谢帕加尔叔叔 我会振作起来的 时间也不早了 我要出发去受火竞技场了 啊 我还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去那里 受火竞技场就是举行归火生夜巡礼的地方吗 是的 比赛在那里举行 平时部族之间有机会也会在那里呗 嗯 没错 他可是归火生夜巡礼最重要的人呢 嘿嘿嘿那正好 一起走吧 有他们同行 我也无需担心你的安全了 快去吧 好 那我们走啦 趴加尔叔叔 刚刚太激动 都忘了如果你们的目的地和我不一样怎么办 幸好我们要去的地方一样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就只能比赛之后再见了 你没有和首领说实话 这个没关系嘛 帕加尔叔叔是个很热心的人 如果他知道了 甚至会说要和我一起去参赛 他年龄大了 还有老伤 真的已经不适合比赛了 虽然他去看了比赛之后也会知道真相 我也会因为说谎被他骂 但我觉得这对我们都好 我也想说 就连那些狠心把你丢下的人 你也一直在帮他们开脱 没有没有 请不要这么说 也不要有责怪他们的想法 对我们纳塔人来说 灰火圣燕巡礼真的很重要 我们从小就听着英雄故事长大 都向往成为守护纳塔的强者 这不是什么自私的想法 只是我们都想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已 没关系 等我们到了圣火竞技场 见识到了龟火圣燕巡礼的盛况 你或许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这也是感受我们的文化与历史的最好机会 往那个方向走 我们就可以离开回生之子的聚聚地 最后一个景点 七天神像也在那边 走吧 来 来啦 哇 神像上的样子真好看 火神是这样的感觉嘛 嗯 是的 很漂亮 很潇洒 也很帅气 说起来 之前你触碰七天神像的时候 没有得到火元素力吧 这是怎么回事呢 什么 从七天神像取得元素力 好吧 本来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机会 让卡奇纳知道你有多厉害 哇 真是奇怪 难道这也是那塔特殊的风土人情之一吗 听起来确实有点可惜 对不起哦 卡奇纳让你白期待了一场 不不不 没有的是 我很好奇 你之前只是摸了摸七天神像 就能使用元素力了吗 那可是只有神之眼的持有者 才能做到的事呀 能 能让我看看吗 如果这不是特别过分的要求的话 可以吗 那就露两手吧 不一样的元素力 同一个人 使用了不同的元素力 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我也想试试 不行啊 还是只有炎元素力 看来我果然认识了非常了不起的人呢 等你真的知道了他旅途中的各种经历 更会惊讶的何不拢嘴的 哦 那是什么 啊 那个叫容易狼 飞得很高很快 嘿嘿 总是充满活力 我已经想起特瓦铃了 你不用修我以前的反应 啊 对了对了 接下来会有很长的一段路 这个先给你们 很像亮晶晶的宝石对不对 嘿嘿 这其实是糖果哦 我妈妈做的 出远门还有训练的时候 我总会带一些 这样就不会饿到头晕了 嘿嘿 我超喜欢吃甜的 谢谢你 别客气别客气 我还有很多小东西 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拍上用场的时候 在这里 吃饭了 喝奶奶奶 喝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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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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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一路上看了好多新奇的东西 都觉得有点饿了 糖吃完了吗 我这里还有 不只是糖 还有面包 饮料 炒饭 烤苹果 哦 好厉害 你简直就是一栋食堂 我喜欢随身带很多东西 妈妈也总是对我说有备无患 虽然派上用场的机会也没有很多 大 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 你怎么了吗 反觉你好像有心事 这确实有点奇怪 难道是在预示什么吗 我猜猜看 嗯 或许是因为纳塔的火神是与众不同的 这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其他国家的神是一种被称为魔神的 能活很长时间 力量也很强大的生物 对啊 难道纳塔不是吗 不是哦 纳塔的每一让火神 在成为火神之前都是普通人呢 哦 人成为神 这种事可以做到吗 是啊 你也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吧 原来这是不寻常的事吗 因为纳塔一直都是这个样子 我也早就习惯了 嗯 该怎么说呢 和我们之前旅途中知道的不太一样 人变成神 应该不是这么容易的事 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了 可能知道这个答案的只有火神大人 但我知道的是 人就算成了火神 该变老还是会变老的 也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西天神像和现在的火神很相似 我觉得也只是个巧合 因为当过火神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的火神也是靠归火圣夜寻礼选出来的哦 只要能证明自己的力量 谁都可能成为火神 只是逼拼力量嘛 对 在我们看来 战斗是最全面的考验 也是最能令人信服的方式 这一代的火神 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 全程毫无悬念 别说我了 不足理的老人都说 从没见过力量如此强大的火神 但就像帕加尔叔叔讲的那句话 今天的极限就是明天的目标 以后的火神肯定会越来越强嘛 先不说人变成神这件事 现在的火神这么强 对我们来说 不知道是好事还是坏事呀 如果想想在盗窃的经历的话 不用担心 火神是个非常好的人 特别热情好客 肯定会对你们很好啦 也对 只要他不想做什么 我们也不打算做什么的话 没事啦 我们马上就可以见到他了 唉 我们差不多也休息好了 啊 那个是 哦 我们一般叫他燃素客硬碑 只要朝其中注入燃素 就会有好事发生 哎 燃素可是只有我们那塔人才能掌握的力量 走好 我们没打算 先走 阴影 来看看 别其中奼 Iz睡心 无所作 Joh skincare 'd you death lad放上去 啊? 為什麼你可以使用燃縮? 太厲害了! 厲害到我都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啊! 快往後看! 來了個不得了的東西! 怎麼辦? 我們被盯上了! 要戰鬥嗎? 啊! 不用緊張! 沒關係的! 這是脫脫! 脫脫? 是我! 卡西娜! 你好呀! 精神很好嘛! 你是被燃素刻印杯吸引過來的嗎? 暖洋洋的對吧? 哦! 原來是很友善的龍呀! 沒錯! 他們一共有好幾隻 脫脫是最和善與熱情的那一個 他每天都在這裡繞圈 就好像特地要給外地人留下深刻印象 順便也炫耀他劍碎的大聲板 哦! 他蹲下來了! 他想幹什麼? 他在邀請我們上去! 好像打算送我們一段落! 這... 真的要上去嗎? 我還是有點怕... 它太大了! 對呀! 我可以飄在你們旁邊! 不用騎上去! 這肯定是最高級別的觀光待遇了吧! 高高的地方 視野超級好哦! 你和脫脫是好朋友嗎? 嗯! 小時候我和我爸爸媽媽去攝火競技場買了很多水果 結果回去的路上 裝水果的車翻了 那時的脫脫還不到現在的一半大 看他走過來 我以為他要吃掉我最喜歡的樹莓和日落果 直接就哇哇大哭 結果他不僅一個水果都沒吃 還趕走了其他想要搶水果的龍 最後還用他的大腦袋 砰的一下把車頂了回來 從那以後 我就經常帶上水果到這邊來餵他 拖拖這個名字也是我起的 其實他特別能吃 長得也非常快 一轉眼 就已經是這麼大的大家伙了 欸 你們看 就是那個 我們的目的地 收火競技場 就到這裡吧 感謝脫脫你的快遞 接下來的路很好走 我們直接過去吧 不然拖拖一來一回很費勁的 也對 畢竟那麼大一隻啊 掰掰啦 拖拖 你來了 你來了 等下 復然来了 到了到了 我们总算赶上了 我和朋友约好在这里前面 不过他们去哪了呢 不会还没来吧 早就来了 早都忘记什么时候来的了 你怎么可以这么慢 我告诉你 你耽误的可不只是他们两个的时间 还有我 我的时间 这 这是什么东西 好奇怪的龙 不对 它是龙吗 行了 在不认识你的人面前 还是把你的嚣张亲眼收一收 就算知道卡其娜绝对不会对你生气 你也不能蹬鼻子上脸 对她这么不礼貌 是 你管得着我 你准把自己当 哇 你干什么 好了 我送她去关金币了 抱歉 各位 也没必要这样嘛 阿乔他只是性子比较直 我不在意的 阿乔那叫罪有应得 回回吃亏都不长记性 你果然也到了呀 马兰妮 是啊 我还以为你路上遇到危险了呢 没想到是认识了新的朋友 我是派蒙 你们好 他是旅行者 真是的 好好介绍自己啊 你怎么是一个人来的 你的队友吗 他们都有各自的原因 去找更有希望赢比赛的队伍了 也就是说你又被丢下了 对吧 不管怎么说 就算团体赛有办法投机取巧 等到了个人赛还是得靠自己的本事 我也没办法拍着胸脯和他们保证 一定能让我们这个队伍通过团体赛 毕竟团体赛的结果 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古名其成人嘛 这种事谁也没办法保证啊 你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压力 而且你只是缺乏自信而已 我们都知道 你的真正实力一点都不弱 上一次距离参加巡业者战争 你也就只闪了三个胜场而已啊 哦 之前就想问了 鬼火圣夜巡礼像是纳塔全民的运斗会 这个巡业者战争又是什么呀 前者是斗技 后者是真正的战争 对手是我们纳塔永恒的敌人 神渊 原来这里也 等等 这么说的话 那个鬼火圣夜巡礼获胜者的奖励 居然是上战场吗 这么说也没错 所以才会被称为巡业者战争啊 部族间通过比赛选出最强战士 击退深渊守护我们的家园 由此被记录在故事中 久远的流传 这是纳塔人最高的荣耀 嗯 没错 既然是战争 肯定会有危险 这是没办法的事 虽然对抗深渊是我们的义务 但火神大人也会赐予我们祝福 让我们能平安归来 嗯 那就是可以令人死而复生的 还魂师 还魂师 死而复生 是的 所以也没那么可怕对吧 而且还会给人一往无前的勇气呢 我们还是先去把登记办了吧 剩下的时间不多了 等等 那现在卡奇纳你怎么办 你不会真的打算一个人参加团体赛吧 我们倒是很想帮忙 但我们不是纳塔人 好像没办法参与 因为参加比赛没有门槛 团体赛队伍非常弱 战况也非常混乱 无论能力再强 经验再丰富 都不敢保证比赛的时候一帆风顺 这种时候 人多一点 互相有个照应总不会错 这样吧 我想到了 注册的时候问问看 能不能给这两位旅行者 一个特殊的资格 唉 多半是没可能了 如果不行的话 这次我的队友正好也不多 你不会是打算让我来带队吧 答对了 怎么样 你这么强 他们能加入你 肯定是件好事 我倒是没问题 但你们不也才两个人吗 嘿 两个人和一个人完全不一样 更何况是我们两个人这样的组合 连刚来那塔的客人都知道 两个人和一个人的区别 对吧 我 我们吗 唉 你这么一说我就懂了 是啊 和一个人比起来完全不一样呢 是吧 正如那句 我们这里传了无数代的老话 我们不会孤军奋战 可是 会不会拖了你的后腿啊 说什么呢 整个那塔也找不到多少 能打得过我们联手的人吧 原来你这么自信啊 那我好像也有点心心了 但是 两个国民继承者组队也很少见 我肯定会被当成懦弱的家伙 有什么关系 又不是规则上不允许 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 我们会这样做 还不是因为迫不得已吗 那你负责把事情和你原本的队友交代清楚 我不慎常这种麻烦事 知道了 知道了 不然我也不放心呢 等我一会儿 搞定了之后 我们就一起去报名 来了 就是这里了 我们等等麻烦你吧 进来的时候 你们看见飘在门口的旗子了吗 你这么一说 我有点影响 那个就是不足的旗帜 我们回生之子 加上另外五个 一起组成了现在的那塔 你怎么突然介绍起来了 闲着也是闲着 我答应要为他们介绍那塔 我想更称职一点 行吧 我来自玄墓人 我们的不足建在高山上 和尼野龙的关系很亲密 我的好朋友马拉尼 是从流泉之郑来的 他的不足在海边 风景很好 也有很多好吃的鱼 此外 还有花雨会 烟米煮 卧露之包 有机会的话 等归火生意巡礼之后 我带你们都去转转 好呀 我代表流泉之众 欢迎你们 反正首领现在人也不在 光收到你 你就回来了 我搞定了 顺利的不可思议 基尼奇的名字 可真好用 我觉得他们只是认为 你提供了一个有利 无害的替代选项 哎呀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吗 你就等于好选项 哎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们等我 我们赶紧报名吧 您好 请问是来办理 注册手续的吗 没错 不过在那之前 我想问问 我们这里有两个 对比赛很感兴趣的 旅行者 他们能参加吗 不好意思 只有那他人 才能获得参加的资格 能通融一下吗 他是非常有名的冒险家 伸手没问题的 观众肯定也很想 看到强者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玛拉尼小姐 对你们来说 可能只是一个特例 但对我们 就是千千万万个 以后可能出现的特例了 龟火圣夜巡礼 除了选拔出 最强的战士之外 还有一个目的 就是从战斗中 收集绝竹之宴 绝竹之宴 会被送入圣火之中 只有圣火成存不灭 那他才能永远 不被深渊所入侵 原来还有这个作用呀 是的 这也是龟火圣夜巡礼诞生之初的作用 所以每一位参与者 无论胜利还是失败 都为守护那塔做出了贡献 参与便是一件光荣的事 没错 正如基尼奇先生所说 而绝竹之宴 只能在那塔人相互之间的战斗中产生 若是有外人参与 则会影响这种火焰的产量 最终影响到圣火的燃烧 这样啊 果然还是绝竹之宴的原因 没事 交给我吧 我可以帮你们安排非常好的观战位置 那太好了 当观众也不错 更有旅游的感觉 不过 总觉得好像有哪里还不太明白 对对对 就是这个 那塔居然连死而复生都能做到 那大家一起上不就行了吗 反正都可以复活 这么强的力量 当然是有限制的 首先 还魂师只对古明的继承者生效 普通人就算赢了鬼火生夜巡礼 也不会去和深渊战斗 但他们也能享受到 和战胜深渊的人相同的荣誉 这是为了保护他们 还有另一个条件 说起来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字 赢 赢 败者成为战火的余计 而胜者冲燃 只有战胜深渊 才有复活的资格 如果失败了 不仅会死 古明也会破碎 再也无法继承 因为失败者的故事 终究会在时间中被遗忘 他的存在本身也很难卫系 对啊 不是赢了吗 输掉的人才需要复活吧 这是以小队为单位的概念 比如这次我们有五个人一起去对抗深渊 哪怕战况惨烈 有四个人都牺牲了 但只要剩下那个人凯旋归来 还魂师就能生效 既然是胜利 就是一场值得铭记的战斗 当然 这也需要这个小队有足够强的实力 否则失败的代价同样是非常沉重 所以归火生液巡礼的出赛是团体赛的形式 还有个原因 就是告诫我们不要当独星侠 我们不会孤军奋战 单枪匹马行动的人 输了就是输了 是没有机会再回来的 听上去还是有点危险 这句话既是劝诫 也是一种激励 危险固然存在 但我们永远携手同行 在出征的英雄背后 有全体纳塔人与火神大人的支持 而且 深渊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 通常我们只需要应对 他所带来的灾害和异象 我有过阵亡的经历 曾在大陵的国度中 漫游了一段时间 还算是一种很新奇的体验 大陵的国度 也就是说 大陵真是存在于 纳塔的某个地方 很难说 因为正常手段都去不了那里 只有极少数人 可以和大陵进行精神沟通 我们称大陵所在之地 为夜神之国 是具有肉体与灵魂 生命与死亡之间的 非常神秘的地方 还魂是救了你 这是世上最遗憾的事 能让你找到逃出来的路 是我现在最遗憾的事 单敢对我伟大的圣容 酷乎拉球 哭出狂言 你会付出代价的 在你们介绍风土人情 和吵架伴嘴的时候 我这边注册手续也做好了 各位都是熟人 办起来很容易 接下来 我只需要根据名牌卡 登记队员就行了 你们可以去酒店休息一下 今晚的食宿 按照惯例是免费的 好耶 我忘记说了 在明天开赛之前 酒店里的吃喝玩乐 全都是火神大人买单 可以招待亲友 所以也包括你们 走吧 我们可以尽情享受了 请各位好好休息 预祝你们 都能拿出最好的状态 哇 这个组合赢定了 呦呼 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会有这种事啊 火神大人的确很大方 只不过这几天就要辛苦这里的接待人员还有志愿者了 顺便一提 为了不给大家添麻烦 我把阿乔关起来了 暂时回不来 是不是对他太狠了一点 没关系的 他们就是这种关系 每个人和自己的伙伴都有独特的相处方式 怎么了 感觉你还是闷闷不乐 有我帮你 不用再担心了 我知道我知道 我没有不开心 我只是 我只是很紧张 我也不能一直用年龄小当借口 总要有点进步 不然 怎么和大家证明 我没有逃避寻业者战争的意思呢 不需要证明 也不用在乎他们的眼光 只要你心里没有这种想法 你就不用觉得对谁有愧 如果他们觉得你没能兑现古民的期待 就让他们去找大灵术离去 相信我 大灵一定是看中了你的某种特质 才会将古民赐予你的 总不能是因为我比较耐打 不容易受伤吧 已经输了七八次吧 虽然成绩一直在进步 但是从来还没有赢过 老实说 七八次也不算多 你的进步就算没那么鲜眼 也不至于到被人贬低的程度 睡啊睡啊 不是说之前就差一点了吗 我就怕 这次栽个大跟头 连团体赛都活不去 哎呀你放心 有我在呢 你栽了跟头 我把你拉起来 你打不过的家伙 我帮你打 就算你还没有体验过胜利的滋味 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玛拉你 你真好 你真好 我相信你 我肯定相信你 你说的对 我要振作起来 虽然现在我还是不明白 为什么大林要把古民给我 但以前继承这个名字的人 肯定也有搞不懂这件事的时候 他们都坚持下来了 那我也可以 是的 既然你的古名能够流传至今 说明之前的继承者 都兑现了他所蕴含的意义 不然早就在某次战斗中破碎 永远的消失了 没错 我们也会给你加油的 我们就是你们的诸位团 不不不 这怎么行呢 明明是我厚着脸皮 说要跟着你们学习的 谢谢你们 我又想哭了 我今天遇到的都是好人 我好感动 交给我吧 我会赢的 至少在你们面前 我不想出养笑 对了对了 妈妈告诉我 要好好吃饭 突然没力气 我要好好吃饭 完全打起精神来了 太好了 也谢谢你们能鼓励他 在别人的眼里 他可能还需要成长 所以愿意给他耐心的人 也不是很多 我们已经感受到 他的善良和努力了 这都是他闪光的地方呀 你冷静点 眼泪都掉进碗里去了 我 我去帮你们倒饮料 我从家里带了果汁 自家炸的 你们等我去拿杯子 这也专门带了嘛 卡其娜的背包就像无底洞 里面啊 什么都有呢 说是这么说 她肯定是去找地方哭了 你们好像都很照顾她呀 她就像一个懂事的妹妹 其实已经把事情做得够好了 只是还缺少一次决定性的成功而已 我有预感 就是这次了 赢下这次归火盛业巡礼 她就能完成蜕变 为什么 难道你有类似的经历吗 那倒没有 我的自信是天生的 马拉尼在谦虚 她已经是参加过 三次巡业者战争的人了 全胜战绩 而且没有复活经历 哦 这不是超厉害吗 当时遇到的敌人正好都比较简单 没什么大不了的 诶 等等 这样我听上去就真的不厉害了 反正不是什么很困难的挑战了 我现在就想和卡其娜去一次 和好朋友一起并肩作战 再接受鲜花和掌声 我能理解 我能理解 我和她也是 为什么是这种语气 坚定一点 我总是在给你加油打气呢 饮料拿回来了 你们快尝尝 果汁的新鲜度很重要 看上去你也没事了呢 我很好啊 不用担心 我真的很好 我只是有点紧张 我要多吃点肉 吃完了还要出去运动一下 暖暖身子 我也去 我也去 别太过火了 明天可是要早起的 小心睡过头 我知道你肯定不会睡过头的 好了 知道了 早上我来敲门叫你们俩 不愧是你 真是机灵 好吧 好吧 吃饱了就想睡觉 明天就比赛了 但是卡奇娜还是会让人不太放心 我们要再去帮帮她吗 毕竟她都说要跟着我学了 虽然我可能只是顺带的 做一件事 挺好的 这也是 大家可以 忌急 甩尾 甩尾 快跑 甩尾 需要借你我的冲浪板吗 加速喽 快跑 起程 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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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什么意思? 温茶 没错 不是只有拳头大的人才会赢啊 我 我好像明白了 我不仅要变强 我还要变聪明 不仅要有能力去赢 还要吃掉该子民 嗯 不错嘛 说得真好 只要你能抓住对方的弱点 或者充分理解自己的优势 战局就会出现转机 知道了 我紧张的时候 却容易忘记判断形势 一通瞎打 马拉尼 能再陪陪我吗 我想尝试一些新的打法 好 谢谢你们 还特地跑来叫我 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好好练吧 想最好的成绩发起冲击 有你到这么晚 会不会影响你明天的状态啊 我现在可浑身都是劲儿 想睡都睡不着呢 有什么新闻吗 我ım哪里有什么安静 可以打开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尾 水尾 adalah GOOD 像不可可, 被打破了 叔叔, 用不可可的 下把我打破了 那不可可, 轟的车在比较 別人了, 可可不可可 好的 它的工具 很余的 非常好 很余的 非常好 我送你 好 很快 明天 我没出来 早安 离行者 派忙 如约即合 大家都挺准时的嘛 没有出现睡过头的冒失鬼 最危险的不就是你嘛 还好有我在 阿乔的嗓门真的很大 有点头疼 是吗 那如果你发挥不好 就全都是阿乔的责任 你看看 这就是你家的朋友 我帮你去叫人 结果他们不但不感恩 还有怪我 我同意马拉尼的说法 全一个样 没救了 好了好了 卡其娜昨晚睡得好吗 一开始有些紧张 不过这里的床好舒服 躺在床上很快就睡过去了 那我就放心了 说不定你有一颗大心脏呢 只是你还没意识到 马上比赛就要开始了 应该都吃过早饭了吧 我吃过了 虽然没敢吃太多 糟糕 我想着比赛的事情 忘记买吃的了 我就知道 给 我帮你们带了 客气是吗 等比赛结束后 我们再去吃 比赛即将开始 请所有选手提前入场 重复一遍 请所有选手提前入场 虽然还想多聊几句 不过已经到入场的时间了 等会儿会先举行开幕式 你们坐的位置应该能看到我和卡其娜 到时候拜托你们 帮忙加油助威了 放心吧 我会用最最最大的声音 你们肯定能听见 谢谢 我会竖起耳朵去听的 那我们走了 回头见 嗯 再见 比赛即将开始 请还没有入场的观众 到观众席就做 重复一遍 请还没有入场的观众 到观众席就做 嘿嘿 到我们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规模这么大的比赛呢 等你准备好了 我们就进去吧 我还是遗 요즘寻找二次见 我计计 去看十七七七七七的你 再去看一~!! 我本oulin市 falou 我现在 experiments 有些层面 Hans 可不说 我们就能随意离场了 灰火盛夜巡礼 有着悠久的历史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无人不盼望着 在巡礼中取得优异成绩 获得出席巡礼者战争的资格 虽然已是老生常谈 但还是由我 为各位介绍一下大致规则 在开幕式之后 选手们会先后迎来团体赛与个人赛 团体赛中 各个队伍会先乘坐热气球 随机降落在不同位置 选手们需要在比赛区域内寻找圣火台 在附近用战斗的方式聚集绝竹之夜 最后将足量的火焰带回竞技场 输掉战斗其落败 离开赛场即落败 时间用尽即落败 接连不断的遭遇战后 只有强大的队伍才能带回 炽热耀眼的绝竹之夜 通过团体赛的选手才有参加个人赛的资格 在一对一的决斗中 胜负结果不仅会影响个人积分 也会决定下一轮的对手 按照这次的人数要求 在多轮之后 积分排名前五的参赛者将会脱颖而出 获得参加寻业者战争的机会 接下来 让我们欢迎火神大人至开场词 实力 状态 运气 策略 决定强弱的因素有很多 但胜负不会说谎 龟火圣夜巡礼 不只是决出最强之人的试炼 也是展示诸位成长与进步的最好舞台 今日的胜利将是又一段传奇故事的开篇 我宣布 比赛开始 那就是火神 好 有气势 卡奇娜对她的评价 居然是热情好客的好人 这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也这么想 单归火圣夜巡礼还在举行 就这样冲过去好像不太礼貌 还是等一个更合适的机会吧 等等 快看 卡奇娜他们进场了 我们可以看到 选手们已经跃跃欲试 接下来他们将搭乘热气球 飞往比赛场地 竹利和敌 ahí 下来 估计 热气球即将升空 请所有选手做好准备 牢记我们的规则 热气球会把你们带到随机地点 落地瞬间比赛就已经开始 不断的战斗收集圣火 将圣火带回竞技场吧 祝各位好运 这次我们降落到这里来了 让我看看 附近没什么人 不用担心一开始就出现混战 我们往那个方向走吧 遇到其他选手 就把他们全部打败 好 我听你的 别犹豫 团体赛就是要打得热闹点才行 我们走 龟火生液巡礼已经正式开始 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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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圣火台了 暂时好像没人靠近这里 当心埋伏 小心 有人来了 卡琴战斗 没想到这一子 你又带点势子了 对 要是没有战斗 就不会有杰逐之用 那就打吧 凌甲代理事务 书家快过滚蛋 起尘 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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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远远不够呢 带上这些火焰 我们去下一个地方 来自花语会的参赛者 恰斯卡选手 一技绝尘 传奇 传奇选手阿姆鲁 已经连续击败六名猜赛者 她会这样一直连胜下去吗 来啦 哦 来了一对有趣的嘴 这些魔物居然跑到赛场里来了 这也是比赛的一环 连这些家伙都最狠烈 雷兹都参加训练场 先解决掉他们 然后我来陪你们打一场吧 呃 来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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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得漂亮 卡奇纳 我们真的打赢我传奇选手 别发呆啦 带着圣伙出发 一对新的组合正在披荆斩棘 马拉尼与卡奇纳 他们已经击败了多位热门选手 哼 我就知道会有人过来 交通热门 我可以放你们离开 呃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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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在这里分个高下 启程 马拉尼与卡奇纳两位选手 你们正在跑向赛场外 快回来啊 呃 呃 来那 呃 来啦 呃 水龙 哈 甩尾 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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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的山哪 下一处圣火台居然在那么远的地方 踏上去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没关系 交给我 我带你上去 一路上去估计要花不少时间 停 旋转 加油 冲天转转 上来了 做得好 卡吉娜 嘿嘿 总帮上忙就好 空的时候稳住 看来我们来往来 只差一点 又有人追踪你到了这边 来自莫顾之方的约山不复中了 这不是卡吉娜吗 抱歉啊 既然在这边遇到了 我们不会轻易放你们过去 祥云的荣耀 就先战胜我吧 身体 忽然就被叫飞了 冲天转转 出番 留在赛场上的选手越来越少 剩下的选手 想要顺利晋级的话 一定要抓紧时间 站住 把收口留下 你在做梦吗 休不休要我把你奏醒 那边好像打起来了 马拉尼 我们该怎么办 那还用说 当然是把他们一起奏飞了 还真有不着急 还退下来呢 先联手 也好 不要让你过去 终于这一个招力不复杀 吓死在哪 啊 开招了 诶 切勿靠近 随带上 骙子 变得了 要把门打你 キャイカ 醒来 快lah 快 快 快 冲地波 起程 看来只能下次再来了 糟糕 没时间了 等等 那边有游戏铃铛 我们可以做那个回去 抓紧我 卡其娜 还好这里有游戏铃铛 还记得吗 我们流泉之中 可以乘着它跨过山川大海 这点路程不算什么 谢谢你 马拉尼 别客气 比赛是我们两个赢下来的 没有你 我可打不赢那么多人 自信一些 你已经是非常强的战士了 好陡峭的弯道 没吓到你吧 没事 以前你带我做过 我不会轻易被吓到了 是光遇见你的时候吧 那时候我不小心打翻了你的蛋糕 做了陪语 我带你做过游戏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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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铃�铃�铃��� 这才对吧,我也会赢下来,然后和你一起去参加巡演者战争 已经极其盛火的选手,请尽快返回盛火经济场,跑起来,快! 恭喜你们,马拉尼选手,卡奇纳选手,你们顺利通过了归火深夜巡礼的团体赛 太好了,恭喜你们! 恭喜恭喜! 马拉尼,继续加油啊! 卡奇纳,马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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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两位先去休息一会儿,团体赛完全结束后,我们会进行一次抽签 之后等待你们的就是个人赛了,希望你们都能取得好成绩 两位选手的休息室是分开的,卡奇纳选手请跟我来 又到个人赛了,上次连胜利还差三个胜场 这次我必须要更加努力才行 嗯,没问题,我现在状态很好,一定可以的 站住,这里是选手休息室,无关人员不能进入 选手?我们也是参赛选手,放我们进去! 我已经核对过,你们并不在个人赛的名单里,与正在休息的选手也没有任何关系 论实力,我们才应该参加个人赛 要不是被人偷袭,我们怎么会输?我们就在这间休息室等,你们马上去联系裁判 啊? 你们是… 真是冤家路窄,还记得我们吗? 刚刚你趁我们两败俱伤时出手,导致我们失去了比赛资格 既然又遇到了,我们就在这打一架,看看谁更有资格参加个人赛 现在… 卡奇纳,不用理他 赛事中没有这样的规定,输了就是输了,不该有任何理由 喂,别愣着了,他人过来维持秩序 先别管什么规定 鬼火圣夜巡礼的目的,不是选出最强的战士吗? 他不过是运气好,利用了我们麻痹大衣的机会 就是,现在我们公平公正地较量一番 啊,卡奇纳 你们是… 旅行者,派蒙,你们怎么来了? 我们来陪你聊聊天,没想到刚来就看见这几个坏家伙威胁你 哼,我们可不会坐视不管,不许你们欺负卡奇纳 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虽然不知道你们的名字,如果等比赛结束之后,我可以和你们切缩 但是现在不行,我要准备接下来的比赛 我不想让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帮助我的朋友们失望 你们两个适可而止吧 难道将来面对深渊时,你们也要搬出麻痹大一座借口 再闹下去,以后你们会被禁止参加龟火圣夜巡礼 算了,我们走 卡奇纳,你还好吗?有没有受伤? 我没事,幸亏有你们帮忙 刚刚我的脑袋里空空的,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好 嗯,我一定会好好表现,让他们现实一下我的厉害 哼,这才对嘛,加油! 我听说这里有人闹事,事情解决了 和之前一样,输了团体赛的人不服气,悄悄溜进来找选手的麻烦 唉,总有人谈猎荣耀,却又无法忍受失败的煎熬 希望他们没有影响到你 卡奇纳,准备一下,很快就到你上场了 这么快?好的,我马上来 那,那我去了 那,那我去了 别紧张,卡奇纳,相信自己 那两个坏小子已经被我们警告了,希望他们没有影响到你的心情 唉呀,每年都有这种人,归火生夜巡礼象征着荣耀 因此有些落选的人心里会很不平衡 认为自己与荣耀擦肩而过 你就是卡奇纳吗?来之前,很多人都说我抽了个好签 我倒不这么想,赛场上没有五人 能站在这里的人,不可能有外界传的那么弱小 拿出你的实力来,初赛我还没打过影就结束了,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好,好了,我说完了,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我不会输给你的,有很多人在帮我加油助威 而且,我真的很想参加新业者战争 双方交流,到此为止 各就各位,比赛开始! 化石采集! 冲天转转,冲翻! 认真些! 集合盘 你 перевal 硬 心退 没想到真的败给你了 算了 说明我眼光还不错 至少没看错人 恭喜卡吉娜选手赢得本轮胜利 让我们将掌声送给他 与此同时分赛场也传来了战报 手杖构杰很厉害呀 dollars 你也倒是奥 你打算参加巡夜者战争吗 不好意思 我可不会放你过去 你是…… 你不认识我 啊 自从阿加亚他们退出前线 我们这一代的战士 越来越没落了呀 没关系 我会用战斗 让你记住我的名字 放马过来 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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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吗 这激动人心的火呼声 这就是我站在这里的理由 不认识我 开砖狼 开砖狼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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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憋 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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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啊 我收回我开场所说的话 卡奇纳 你很有实力 你这样的年轻人会创造属于你们的奇迹 获胜者是 卡奇纳选手 请卡奇纳选手稍作休息 准备迎接最后一轮的比赛 脸星者 帮忙 谢谢你们帮我加油 我们都看到了 你打赢了好多厉害的对手 真了不起 我也很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拿到这么多积分 卡奇纳 状态怎么样 玛拉尼 你也来了 我得到准许 比赛开始前过来看看 卡奇纳 你你现在的积分 如果赢下最后一轮 就很有机会参议学业者战争了 而你最后一轮的对手 是我 什么 刚刚我也知道了这件事 你的分数和我很接近 也就是说 只有赢的人才会有入围的机会 玛拉尼 我原本想和您一起参加 寻业者战争 我也是 不过没办法 积分相近的人很容易被分到一起 打起精神来 战争是残酷的 深渊不会对我们留守 只有当下实力最强的人 才有资格参加寻业者战争 所以 我会在这里拿出权力 也希望你不要留守 卡奇纳 将胜利让给对方是一种怜悯 我们都不需要这种怜悯 对吧 准备好了吗 我 我会尽力的 那就好 也就是说 玛拉尼和卡奇纳中 注定会有一个人输掉 我们该帮谁加油呢 哈哈 应该说 我们之中注定有一个人会赢 无论是谁 都是值得庆祝的事啊 不管我们之间谁赢下决赛 我都会很开心的 相信卡奇纳也一样 所以 无必有什么负担 开开心心的打一场就好 比心者 太萌 比赛后再见了 卡奇纳 我在赛场上等你 我花了很多时间训练 本来你也帮过我许多 我想告诉他 那些努力并没有白费 谢谢你们一直相信我 这一次 我也会试着相信自己 诸威团一号和诸威团二号 永远都会支持你的 比赛最重要的是不留遗憾 放手一搏 我相信你 比赛已经来到最后阶段 接下来的胜负 决定了谁能赢下 最后的出征机会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 已经获得个人 最好成绩的回升至子代表 卡奇纳 加油 卡奇纳 而他的对手 是年纪轻轻 就已斩获诸多荣誉的 流泉之众勇士 巴罗尼 好友之间的对战 究竟会碰撞出多么激烈的火花 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都打到现在了 还在紧张吗 谁让对手是你呢 但我也很庆幸对手是你 这样就算是输 我也不会留下遗憾 说什么呢 卡奇纳 现在可不是千让的时候啊 你比我更渴望这场胜利吧 想要的东西 就应该大声说出来 我想赢 马兰妮 这次我一定要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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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勝利者是 回生之子的 阿奇纳 至此 本次龟火生夜巡礼的圣者 已经全部绝出 咱们用最热烈的掌声 欢迎他们登台 连续六次入围成功 来自花语会的 卡斯卡选手 曾经孤身一人 绝境翻盘 来自卧露之邦的 伊安山选手 诺 时隔十年再次胜出 来自流泉之众的 賈乌兰妮选手 历练四方 鸣声响亮 来自玄武人的 極斑鼓选手 凝 斗 以及保持坚毅之心 终于破剪成蝶 来自回生之子的 卡其纳选手 卡琪娜 看这边 我 通过了归火生夜巡礼 简直 就像梦一样 不是梦 你靠自己的力量走到了这里 这次 有我们参加学业者战争 请多指教了 卡琪娜 无论见证多少次归火圣夜巡礼 我都会感到新潮澎湃 是你们让我坚信 踏过无数牺牲之后 我们必将迎来如火焰般炙烈的未来 战士们啊 这是命令 也是请求 击溃深渊 将胜利与荣耀留在那塔 是 是 是 旅行者 派蒙 终于找到你们了 多谢你们愿意帮卡琪娜加油助威 她真的变强了 这次 我输得心服口服 虽然失败的感觉很不好受 但我也为她感到高兴 哎呀 真是矛盾 哎 要不要出去散散心 卡琪娜她们接下来要去参加寻业者战争 快我带你们逛逛纳塔吧 好呀 立行者 你觉得呢 哦 你在想什么 实不相瞒 我也有点担心 不过 有经验丰富 实力强大的同伴带队 应该不会出什么大问题 荣耀总是与风险相伴 如果胜利是一种必然 也就不会有人为她感到骄傲了吧 我相信她不会轻易倒下 她的古名可是乌纱薄地 所以 我们也要做好我们的事情 哎 你们还没有去过刘泉之众吧 走 我带你们去 刘泉之众是我们和齐游龙生活的部族 是最好的度假圣地 由我来介绍风土人情 我保证 你们肯定会喜欢上那里的 哦 看来被想先了 啊 吉尼奇 我也在找你们 想邀请你们去玄墓人部族 在那塔 冒险加协会的大部分人都来自玄墓人 我想 或许你们会对那里感兴趣 哎 哎 先来后到 这一次 是我先开口邀请的 好吧 不跟你抢 不过旅行者 太忙 等你们有时间可以来看看 玄墓人同样欢迎你们 是呀 多谢你了 好 那我们收拾一下 准备去刘泉之众吧 好 那我们来看看 哪里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团体赛的时候受了点伤 个人赛输掉了两场关键对决 都是老对手了 互有输赢 常有的事 谁叫你聚会的时候把我关起来 这下遭报应了吧 倒霉蛋 祝你每天都有比赛时的好运气 哇 你想干什么 哇 不可能 这下遭把我关起来的 不是 我都能带到这边去 这边说是一件事 好 或者是一件事 对 打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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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 算是差不多了 算是不算了 我好想这一度 五眼 在我们上一次去 怎么会有那些东西 我感觉这个地方 好看 不如读书 我不能触眼把手放在哪儿 快跑 甩尾 啊 终于到了 这里就是马拉尼的家 刘泉之众吧 让我看看 啊 我就说吧 战斗后患是来碰温泉最初的 亲爱的 帮我拿瓶酒来 一瓶就够了 还带两瓶吧 连入夜还早着呢 等下要不要去黄金傍晚 这才是度假 太棒了 真热闹呀 马拉尼 最近有什么节日吗 我们的宗旨是 每天都像节日一样 每天都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哎 我带你们四处转转吧 啊 让我想想 先去哪里好呢 花歌唱天殿 科隆窃广场 嗯 虽然有很多选择 但我最推荐的还是这里的重头戏 当然是泡温泉啦 天然温泉对身体好 多泡一会儿 晚上肯定能睡个好觉 等 等下 在这里 别害羞啦 走 我带你们去换衣服 马拉尼 谁啊 阿佳亚阿姨 跟你说过 不要叫我阿姨 我看上去有那么老吗 你刚刚打算做什么 带他们两个去泡天然温泉 是啊 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旅行者 在他旁边的小家伙是派蒙 他们刚来那塔不久 我正打算带他们好好体验一下这里的风土人情呢 你好呀 你们好 我是阿佳亚 跟马拉尼是邻居 哎 马拉尼 听说这次龟火圣夜巡礼 你输给了卡奇纳 只差那么一点就赢了 唉 真可惜 不过 输给她也正常 她原本就很强嘛 不提了 阿佳亚阿姨 我带朋友泡温泉去了 回头再聊 哦 还得给旅行者和派蒙选两套泳衣 对了 我记得店里有两套合适的 我去拿 你给我回来 泡温泉的规矩 你该不会忘了吧 啊 什么规矩 等等 你说的该不会是 规矩 泡温泉还有什么规矩吗 外乡人不能直接踏入天然温泉 需要先去人工温泉完成一场试炼 没有听上去那么吓人啦 简单来说 天然温泉的水温比较高 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 以前出现过旅人被烫伤的事件 所以才有了这么条不成文的规矩 外乡人要先尝试水温较低的人工温泉 适应后才能去天然池 我说阿佳亚阿姨 用不着这么严格吧 他们两个很强的 这点水温根本不算什么 每个小桥温泉的人都这么说 还是小心点好 最近的天然温泉不太稳定 很可能是深渊入侵的前兆 天 天上去有点危险 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强了 还是谨慎些比较好 谨慎是必要的 只要我在这儿 就不能让你们冒险 马拉妮 带客人先去尝试下人工吃吧 好吧好吧 听你的 这还差不多 不许耍花招啊 等会儿我去人工温泉寻查 如果找不到你 以后就别想再来我家蹭饭了 你就放心吧 对了 阿佳亚 最近身体还好吗 好多了 不然哪儿有精力盯着这么多人 喂 那边的 说了多少次 不许在温泉附近打闹 佛高 那个古板国阿姨又来了 快 快跑 给我站住 今天我必须得好好教训一下你们 好 好有活力的人 嘿嘿 她在我们流泉之中 也算是传奇人物了 大家都认识她 我还没得到古名的时候 她就是声名在外的战士 大家都知道 流泉之中 有个特别喜欢温泉的姐姐 对 经常组织温泉聚会 她把来参加聚会的朋友称作全友 其中就有 利流 加乌兰妮 围查马等等 都是受人接养的战士 哦对了 还有火神大人 如果我生活在这里 应该也会天天泡温泉吧 后来呢 后来 在一次战斗中 阿加亚被深渊魔物刺穿了腹部 虽然救治及时保住了性命 但医生明确告诉她 她余生 不能再泡温泉了 浸泡在热水中 会加速深渊力量侵蚀脏 让她的生命 流失得更快 原来她受过这么严重的伤 难怪我看她的身上有疤痕 很正常 阿加亚阿姨从来不谈论自己的伤 而且 即便自身已经无福享受 这些年 她依旧坚持不懈地挖掘人工温泉 让更多人体会到温泉的快乐 这也是我尊敬她的地方 好啦 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我带你们去人工温泉吧 免得等下阿加亚阿姨先到 她找不到我们会生气的 嗯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想法不错 我很喜欢 嗯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想法不错 我很喜欢 嗯 原来是这样 你们的想法不错 我很喜欢 你看 我就说首领大人肯定会同意的 那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千万不能走了风声 喂 阿米娜 西科埃鲁 马洛康 你们在聊什么 这么开心 马拉妮 你回来了 咦 这两位是 李行证和派蒙 我们重要的客人 本来想带她们去泡天然温泉 结果 被阿加亚阿姨发现 只好先来这里了 真巧 我们刚刚也在聊阿加亚呢 听我说马拉妮 阿加亚的病有好转的迹象 你知道吗 啊 真的假的 你们怎么看出来的 就在你外出训练和参赛的这段时间 阿加亚经常在夜里独自去泡温泉 就是不足北边山洞里那个 你应该有印象吧 据说阿加亚以前经常去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荒废了 你也知道 她以前根本不能沾热水 现在却能频繁地去享受温泉 这意味着什么 还用说吗 所以我们商量 想瞒着她 偷偷改造那个废弃温泉 然后给她办一个热闹的聚会 首领大人刚刚也同意了 马拉妮 你要不要一起来 当然 这种事怎么能少了我 不过我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呢 等泡完温泉 我再去找你们吧 没错没错 眼下还是招待客人更加重要 别看这里只是近些年开发的人工温泉 体验可一点都不比天然的差 毕竟凝聚了我们的心血 希望你们喜欢 哦 还有你们两个 在给阿加亚准备惊喜的同时 也不要忘了巡逻的责任 神员随时可能发动袭击 必须时刻保持警惕 请放心 我们一定时时留意 那我们先走了 马拉妮 等会我们再废弃温泉碰头吧 我也不打扰了 祝你们玩得开心 哎呀 终于到泡温泉的时候了 泳装我已经帮你们跳好了 走 我带你们去更衣间 哪里好吃 我就要打开心 靠我的肩子 然后把我放在 scene里面 很囧的 2個月 5個月 2個月 3個月 3個月 1個月 中午 1個月 2個月 6個月 9個月 4個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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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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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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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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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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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